同样的东西 像在手机上我们也可以设计一样 如果你光要设计手机上要设计这东西的话 哇那个就是扒一层皮的事情 就很复杂 那VDA很简单 不过流程逻辑基本上都一样 最后呢重新输入 按下重新输入现在没有反应对不对 我把它停止关闭 那接下来看一下 如何设计那个重新输入 其实很简单 把这个这四个这五个把它清除掉 那清除掉书上是写那个什么 等于empty对不对 其实除了empty之外 还有点两下之后 其实另外我的习惯是这样 我会给空置串 这个地方有两种方法 如果在VB里面是会给空置串 因为空置串 我们输入的东西呢 通常都是以置串代替 可是因为 会用empty是因为 在VBA里面呢 他也没有宣告类型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类型 可能是什么 字串 也可能是数字 也可能是小数点 什么都有可能 所以用empty也可以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 我用空置串也可以的 OK 把它执行起来 那比如说我输入再一次 随便输入1000 利率2% 然后年限20 开始计算之后 计算完我要把它重新输入就清掉了 那当然你这边也可以怎么样 再加一个 记录输入资料 比如说你可以把这个资料 记录到ECAL 很简单嘛 放到你指定的位置上面去 或者是什么样呢 输入到资料库里面去 记录下来 所以到时候我们可以增加两个功能 记录到我们的ECAL 或者是资料库里面 这里我想各位试试看好了 把刚刚我讲的这部分呢 先完成 我们画面先画给各位一下 等一下再来看 延伸的一些功能 再来看